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欢迎收看金融八顿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 来今天震荡 那么 今天的话呢 大部分时间 今天在盘下 那今天的话呢 是开平之后震荡 然后震荡之后 就维持在低档 那么高低的差价呢 今天大概在 110几点 120点左右 好 个股差很多吧 对不对 其实个股今天强弱差很多 那当然今天的话呢 航运钢铁就继续分出了 好 所以呢 这波 其实主流还是没有变 那航运钢铁 还是这一波的主流 那当然电子部分来说的话 好多股票的话 当然也是要找机会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那么有一些下修的状况 那这些下修的状况 包括像是手机的部分也好 那包括半导体的部分也好 好 所以那钢铁航运 还是这一波最主要的主角 那么这种机器循环 我常说 那如果你有经历过 你就会知道 其实是蛮大的循环 那只是很多人 在讨论航运钢铁 对不对 那大家都在讲 航海王 钢铁人 但是重点是 你方向抓队之外 再来你也要知道买卖点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很多人想要赚钱 很多人想要一起来操作 但是其实好买点来的时候 还是有人带你 因为你如果跟上来的话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买 要不然一路上去的话 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动 也赚不到钱不是吗 对不对 那今天当然都很强了 是不是 因为今天长龙 杨敏 两个都涨停了 对啊 我们先看今天 长龙今天是亮灯涨停板 杨敏今天也是亮灯涨停板 不过我觉得重点是在 拜托那时候拉回的时候 是不是 买一点不就在这里吗 对不对 拉回的时候 那一天就公开告诉你的 谁会赢吗 是不是 多空交战 5月4号那一天多空交战 我问你说他们都凭借什么 对不对 卖的人是因为当天气候很恐慌 当天的指数拉回破月线 那买的人是因为产业跟获利大好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会赢 这里就是买点 是不是 你在这里买你就是滴滴的买 然后轻松的赚钱 对不对 那一天全市场很多人在想说 是不是要换主流了 是不是要怎样了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说 你不只要方向对 然后再来 你明明就会有那种 可以很轻松低接的机会 你在那里是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是不是随便买随便赚了 好了结果后来就上来了 对不对 隔天是不是就大涨了 对不对 有没有 那天早上你来不及 这天都还有一个买点 然后震荡之后收最高 然后隔天又休息一下 然后我跟你说 马上就会再涨了 结果礼拜五的时候就喷出去了 对不对 礼拜五喷出去的时候 今天的话亮灯涨停创新高100.5元 那个时候才80附近而已 对不对 80以下你可以买得很轻松的 到今天100.5元 几天而已已经20块了 是不是 我说那个产业循环 是很大的循环 那这个大循环还是接下来的主流 只是你要知道怎么操作 对不对 你有很轻松可以买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你根本就是随便买 随便就打转 80块到现在100.5元 这一差已经20块钱了 是不是 你随便买随便打转 对不对 而且航运钢铁长龙也是 对不对 长龙礼拜五的时候来 礼拜五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往上 CP定价 那么CP定价的最后买点就是礼拜五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的话 是不是就直接冲上去 今天长龙眼亮灯涨停板了 对不对 涨停创新高 好 其实台湾这一次的话 在这个大循环里面是相当受惠 对不对 因为以前 前几年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订新船 那台湾是订了不少新船 是不是 所以最迫是最受惠 结果你看 也是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轻松赚钱 这个其实都是有量有价又非常好赚 所以钢铁航运还是主流 还是这一波的主角 当然很多人可能 没有走过以前的循环 可能就不清楚 不过通常产业循环不过一下就变 是不是 你知道以前十年前的时候 这个循环走多大吗 对不对 那时候股价涨多少 那航运股也是 会洋今天涨停 是不是 那今天要涨停板 会洋 四十一块到现在 七十几块钱 是这里 四十一块钱 有没有 四十一块到现在七十几 你买一百张的话已经变成 多了三百多万 对不对 而且有量有价 那这个循环当然是 会洋今天也有新船 是不是 所以钢铁航运还是主流 你看他们其实拉回的时候 都是一下就整理完了 就一两天就上去了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 现在法人资金还是会一直进去 因为其实法人持股还很低 那好股票你当然就要把握 而且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你看这不是台湾在涨而已 这全世界都在涨 全球 全球在涨 这不是台湾一两家公司而已 是不是 如果说只有一家的话 你可以说 那可能是个别的因素等等 全世界都在涨 就告诉你这是全球的趋势 是不是 而且接下来还有极简 那钢铁我也讲全球都在涨 而且现在一直在过散 刚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美国的开始在涨 然后东南亚的在涨 然后亚洲的在涨 那大陆的也在涨 对不对 而且这涨势越来越扩大 是不是 钢铁也是十年的循环 那接下来中钢也快要开盘架了 那盘架势比也是大涨 对不对 接下来中鸿也要开盘架 那盘架也是大涨 那全球的钢铁股全部都在大涨 因为工序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接下来的话还要拜登 拜登还要继续在做基建 基建再下去的时候 那个需求更强 那供给就减少 是不是 十年前 十年前的时候钢铁大涨 那时候的钢铁是因为大陆铁翁机 就大陆的基建 那这一次是不止大陆要基建 美国也要基建 而且美国基建量还非常大 然后上次还没有碳中和 这次还加上碳中和 对不对 碳中和又会让它 长期的供给越来越少 是不是 所以供需之间的话 跟之前的话比上次更强 比上次会更强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你看 这个是一路创新高 从它还没有创新高 所以我就跟你说 全球的资金都在钢铁 都在钢铁航运里面 对不对 这是美国的钢铁ETF 是这样子一路喷出去 对不对 这不是小股票 这是相当大的ETF 对不对 都是一路在喷出 而且还不是只有它一个 那这个也是一路创新高 从它还没有创新高 所以我就跟你讲创新高 然后就一路喷出去 对不对 一路往上喷 这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厂 好 然后你看 纽科也是 对不对 这是美国的 对不对 一路喷出去 所以你说台湾钢铁涨很多吗 台湾钢铁涨得很夸张吗 你如果去看全球 你就知道一点都不夸张 对不对 全世界都涨很多 台湾涨得算还客气 是 而且台湾还有很多美涨 对不对 你看美国涨是一直在蔓延 对不对 这个涨出去 然后一路喷出 那铁矿厂也是创新高 铁矿厂也是连续创新高 对不对 礼拜五又继续创破断的新高 那韩国 对不对 亚洲韩国 普相也是创新高 金日铁也是创新高 日本跟韩国全部都在创新高 好 然后现在大陆也大涨 现在大陆也大涨 这是安钢 是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然后不只安钢创新高 是不是 这个马鞍商钢铁也一样创新高 而且今天还10% 今天是涨停 对不对 10% 对不对 你看看 所以你说台湾涨很多吗 结果我觉得台湾没很过分 跟别人比起来算客气 是不是 因为那工序没有办法一下逆转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主流在哪里 主流就是航运钢铁 航运钢铁超强 对不对 而且都还没走完 那只是你怎么找买点的问题 你怎么介入 所以我说你更好就可以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在涨的时候都不是 不是一两个国家如此 是全世界都这样 那大陆又取消了出口退税 取消出口退税等于把供给又压下来 所以供给压下来之后后面供需又更不平衡 这都是现在在发生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都是大循环 都还会这样往上 好所以马铃钢铁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大涨 那么今天还不只是这个在涨停 江西同业今天是9.1% 也一样创新高 而且全世界现在是供需越来越 供需的逆转越来越明显 然后印度也是 来看到今天的话 印度最大的钢铁大厂 被迫减产10% 有没有 供需就已经在很吃紧了 还被迫减产 对不对 因为这没办法 印度的疫情现在越来越严重 本来供需就已经很吃紧了 现在最大的还要在减10% 有没有 所以后面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是不是 所以钢铁都会大涨 那讲到钢铁 我上次讲过钢铁你买上游 买上游就对了 我当时做了一张表给你 上次跟大家讲从哪里到哪里 钢铁上上下下有很多公司 那各自是什么变化的 对不对 从哪边到哪边 谁先涨谁后涨 我上次都跟你讲过 其实你现在去回头 我当时跟你讲的全部都印针 对不对 我跟你说钢铁 那么就两个路线 一个是高炉 一个电炉 那高炉接下来是哪里会涨 然后电炉是哪里会涨 对不对 那这几天我想再过两天的话 中铁要开盘价 那盘价开起来一定是很高 那中铢接下来要开盘价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当时有跟你说小中铁 小中铁就一路喷出 而且我就说今年不要分传产电质 很多人在想说 很多人想说电质比较活泼比较会涨 其实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因为传产的很多股票都 获利都非常好 而且今年景气情况又强 那它喷起来也没有再客气 这个完全不输给电子 来看看中铢是 中铢最近一路创新高 它是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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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全职股里面第一个冲出去的 就是中铢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大牛股在动的时候 就告诉你这个方向 去年的时候是台积电先涨 那后来过了一季之后变成艾西设计涨 对不对 所以我说那都有领头的作用 对不对 这么大的股本 1000多亿的股本 1573亿 对不对 这样给你分出 是不是 那小中铢就更不用讲了 已经1 2 3 4 4跟涨停了 所以完全就是比电子还要强 对不对 而且活泼度更强 对不对 一上去就是1 2 3 4 4跟涨停 那中铢我上去就跟你说 中铢上去之后你要注意小中铢 小中铢就是中铢 那中铢上去之后 你就要留意星光刚跟叶回 你就要留意这两个 对不对 他们都还没分出 是不是 星光刚跟中铢一样 对不对 两个都是冷热压 那不过星光刚又多了通路 而且它是全台最大通路 那你想钢铁大好的时候 谁会强 是不是 冷热压本来就会强 再加上又通路更强 因为它等于满手低价库存 再加上冷热压上来 它一样的冷热压 台湾冷热压最主要就是这个 一个中铢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星光刚 那所以我说你接下来要注意这个 中铢连分4跟涨停 接下来要注意星光刚 好 那星光刚之后你还有一个夜灰 你就注意这两个路线 对不对 因为上次中铢开始动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中铢 那现在中铢已经1 2 3 4 4跟涨停之后 所以你要注意这两个 这个跟中铢就是一样的 他们就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它又多了通路 对不对 它又多了通路 但它们两个都是冷热压 那除了这个之后冷热压再来就是夜灰 是不是 冷热压之后再来就是镀星钢板 再来就是镀星 而且镀星这一块 大陆上次不是取消出口退税 里面一大堆镀星钢板 里面一大堆镀星钢板 所以它受惠很大 其实大陆前一阵子好像都封盘了 对不对 只是台湾还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这个完之后 你就要注意这两个 所以你说钢铁是不是很多可以转 对 完全就是跟电子比起来 比它还更活活 是不是 一口气可以四根 那夜灰也还没有喷出去 它今天就开始涨了 不过它也还没创新高 所以我跟你讲路线都很清楚 钢铁你就是上游 上游是最受惠的 那上游中钢之后就小中钢 小中钢之后就是这两个 那所以其实你很多可以赚钱的 对不对 而且获利都是翻身的 那么获利都是大翻身的 对不对 都是大成长的 所以我说很多好股票 大家要把握了 那当然的话 主流还是钢铁航运 那钢铁航运的话我刚讲 你要懂得什么布局啊 对不对 什么时候买 对不对 什么时候介入 什么股票会先喷 是不是 所以都跟你讲好了 好 所以我们那天有预告了 那慧阳的兄弟 我跟你讲 慧阳的兄弟 慧阳的兄弟 今天很强啊 今天慧阳 今天慧阳自己也涨停啊 那慧阳的兄弟今天更强啊 是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讲 你不知道 行东西 待会儿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那么 慧昂这波涨很多 今天它是持续涨停 好 那么75块一毛钱 今天亮灯涨停半收涨停 好 所以慧昂从这里 41块钱的时候就跟大家公开操作 所以我说 其实这波是真的可以赚很多 因为41块到今天75块多 对不对 那眼看就要挑战倍数获利了 而且这不过是4月中而已 这也不过4月中而已 到现在来多久而已 对不对 就可以赚非常多 好 那营收跟获利 其实都成长很多 那BDI也在大涨 好 那小船休息了一下 最近又开始涨了 是不是 因为旺季要倒了 好 所以一档股票可以赚非常非常多 那当然很多人的话 现在你没有办法回到那里了吗 是不是 现在70几块钱 今天涨停创新高75块钱 41块钱那个已经回不去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可以把握新的 所以那天说慧昂的兄弟 对 另外一个 慧昂的兄弟 小船仅次于慧昂 那么他们是真的是同一家 我不是随便讲 他们真的是同一家 所以这家族是受惠非常大的 那今年就大翻身了 那除了小船受惠于慧昂 那他的现货比重又高 好 那么我讲过他股本比他小 对不对 股本也小蛮多的 慧昂 74亿的股本 是不是 那这个股本很小 然后股性也活泼 他上一次警戚巡旋涨非常多 上一次警戚巡旋涨大涨 对不对 那现在只有在那时候的半路而已 所以我说这个一定要把握 对不对 慧昂的兄弟 所以你说是不是 你锁定航海王钢铁人 那不只是锁定这个方向 你还要跟上 因为你跟上的话 你可以慧昂这样赚钱 再来慧昂的兄弟 慧昂的兄弟你一样可以赚钱吗 是不是 慧昂你可以一口气 从41块到75块钱 那慧昂的兄弟 你一样可以赚钱 有没有 今天就涨停了 对不对 四维行 四维行 股本小非常多 对不对 来看看今天的四维行 很早就涨停了 是不是 股价 一半而已就35块钱 是不是 营收 四月的营收 年成长七成多 对不对 然后再来他的股本就27亿 对不对 27亿的股本 那刚刚讲慧昂 慧昂的股本是不是七十几 那股本小很多 而且其实之前景气循环的时候 因为他现货比重高 所以你看他上次景气循环的时候 来看看 上次涨到这里 上次涨到这里 对不对 上次是八字头 对吧 那现在 现在是三字头 是 所以我说钢铁黄又要跟上 对不对 因为你有时候 你不能只知道一个方向 你知道一个方向 再来还有什么时候买什么 就像 参与扬明 我说那天 叠下来的时候 那天多好买 那天多好买 那天你随便买 你现在就随便转 是不是 而且你要买多少 就有多少 对不对 那慧昂你一开始更好 你也是随便转 对到现在都已经 41块都已经到75了 是 今天还早停 然后你错过这些的话 四维行也是 是不是 人家真的就是会洋他们 就是他们家 他们就同一个家族的 对不对 而且上次的话 也是非常活泼 你看上次紧续循环 说涨到这里来 对不对 那这个是小船 所以你说是不是更好 其实很多可以赚钱 对不对 所以据实际上 今天涨停 你可以很轻松赚 礼拜五 你就可以先买好 然后再来 今天早上 其实也还蛮好的 早上你还是可以 直接现赚 是不是 所以我说 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题材 这个家族今年就是大翻身 是今年就大翻身 对不对 这个两个都很强 那再来的话 要特别留意什么 航海 航海王跟钢铁人是主轴 主流就是钢铁航运 那主流是钢铁航运 除了阳明 长龙 低点我都跟你说 该买的时候我都跟你讲 对不对 然后再来会洋 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我也跟你说 但你都买好 那再来 四维行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 你随便买今天也随便转涨停 其实礼拜五那天 也是现买现转 那这些之外的话 那再来还有什么会涨 还有的时候会很大 最近大盘热度蛮强的 对不对 这个随便都是四千多亿 现在是四千九百亿 对不对 大盘来看 每天都是四千多 五千 四千多五千 有时候还来个六千多 这里也六千多 现在军量四五千都跑不掉了 是不是 这么好的情况下 政策股一定受惠 是不是 政策股一定受惠的 对不对 他们也是大行情 但政策股里面有一档 这档来猜猜看是谁 刚航海王跟钢铁人在黄飙 哪一个政策股最受惠 给你猜是谁 有一个受惠最大的 因为人家就重压 人家就重压这里 那获利好得一塌糊涂 因为单月的获利已经1块6了 一个月赚了1块6 股价只有二十几 你这如果在电子股 就是直接跳空涨停 是不是 你这如果在电子股绝对涨翻 那个绝对就是连续不知道 跳空几根 对不对 那这个大家还不知道 是不是 一个月赚1块多 股价二十几 不是一季1块多 1季1块多的话也是很好 也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一个月就1块多 但是股价只有十几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你还有很多可以赚的 常常要养兵随便你赚 反正我第一点都带你买 而且我公开跟你讲 会养是随便你赚 那四维航今天也涨停 那钢铁航运化 接下来你来猜是谁 你猜看谁 哪一个只有二十几块 一个月赚的一块多 对不对 他就是重压这个大赚 而且现在行情好本来就大赚 对不对 来猜看是谁 给你两分钟想一想 想不出来就打来 想不出来就直接打来就好了 就像慧阳的兄弟 我说你打来就告诉你 想不出来就打来 等一下就有电话 一个月赚一块多 股价二十几 你说会不会涨 好了 所以不要想直接打来吧 等一下就有电话 就可以直接打来 来哪一岛呢 打电话来 直接告诉你 等一下赶快把我电话 赶快打电话来吧 祝大家抽策顺利 明天见